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長哥 近期啊 很多人看了我的影片 有人說什麼 長哥 你這個業配變多了 你這個業配王 你開影片的初衷了 這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上有老 下有 要養啊 不是啊 最近其實跟大家迫及很多代謝相關的迷思 包括之前有跟大家講說 是不是我年紀越大代謝會越差 那也跟大家講一些減肥相關的一些醫學實證 其實反應都還不錯 其實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討一個議題 因為健身的人越來越多 大家都想要增肌減脂 那增肌減脂的狀況下 很多人就說 啊 那我就不要吃油啊 我就不要碰油 是不是我體脂肪就會減少了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迷思哦 總之今天就跟著哥的腳步 來了解一下 我們身體的脂肪 以及要怎麼選擇對的好油吧 那有人就問啊 呃呦呦唱哥你說的是真的還假的 減脂不是就應該不要吃脂肪嗎 為什麼還要吃脂肪 其實啊 有三個重要的概念要帶給大家 第一個 其實我們人體是需要所謂的必須脂肪酸的 什麼是必須脂肪酸呢 這必須兩個字就跟必須 胺基酸的必須是一樣的意思 代表你人體無法自行合成 那如果你吃太少脂肪 導致你連身體的必須脂肪酸都不夠的話 那你的一些細胞膜的一個構成 你身體的代謝 你身體的荷爾蒙 你身體的其他功能 都會受到巨大的影響哦 那第二點 如果你盡可能的去追求最少脂肪的攝取 那其實也可能會造成你身體的熱量不足 你反而會更加一步去加劇你這個碳水化合物 或是蛋白質的攝取 反而對你健康不好 欸你說三個這什麼意思 其實很簡單 因為一克的脂肪在我們身體裡面 可以產生九大卡的熱量 但是呢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 它一克只能產生四大卡的熱量 所以你今天盡可能的不去吃脂肪 其實對你來講 身體的熱量是低的 它可能會非常嚴重的熱量赤字 你會非常肚子餓 那你反而去找其他東西來填補 你空虛的胃 你可能就會吃進更多不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或是更多的蛋白質 那這兩個東西過多 其實都會影響你身體的胰島素阻抗 反而會指你產生代謝的問題 那第三點 如果你脂肪攝取過少 會使得脂溶性維生素的攝取不足 欸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四種脂溶性維生素 是要配合著脂肪一起被我們人體吸收的 包括維生素的 A D E K 這四種所謂的脂溶性維生素 所以如果你低脂肪不沾 完全不吃脂肪 同樣也會造成你脂溶性維生素 攝取不足就會引發相關的疾病 所以啊聽完以上三點 你就知道重點其實不在於說 啊我們完全不碰油的食物 不對其實重點在於 我們要如何選擇健康的好油 這樣子對我們身體才是有最大注意的 OK 那就有婆婆媽媽會問啊 欸這兩個那要怎麼選擇健康的好油呢 好那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要先來了解一下油品的分類 首先油可以翻三大類 那第一大類是所謂的 飽和脂肪 那哪些東西常含有飽和脂肪呢 常見的是這個陸地上動物的油啊 例如說這個豬油 啊牛油 啊這個貓 貓油 貓 貓油是不是飽和脂肪 貓 貓 啊不管啦 總之牛豬這一類四條腿的紅肉 飽和脂肪通常比較多 那再來一些烘焙過的食物 什麼糕點啊 什麼餅乾啊 這一類飽和脂肪相對也多 再來什麼牛奶或者是植物油中的 這個棕櫚油 椰子油等等 以上這些例子都是飽和脂肪 比較多的例子 那第二大類的脂肪 是所謂的不飽和脂肪酸 那不飽和脂肪酸 這個更重要了 因為其實相對於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反正對我們人體 是比較有益的 它甚至可以降低我們血中的 壞膽固醇 那例子有什麼呢 像是橄欖油啊 葵花油啊 芥花籽油啊 玄米油啊 苦茶油啊等等 那像固體食物有像堅果 或是酪梨之類的 所以選擇這類油品 反而對我們身體是有益處的喔 那第三類脂肪 是所謂的反飾脂肪 很多人就想說 這個反飾脂肪聽起來就是壞蛋 不能吃 其實反飾脂肪還是要分啦 反飾脂肪有分成天然的反飾脂肪 就像是一些動物裡面 它其實本身的油脂 會有一些天然的反飾脂肪 這些對於你健康 其實沒有什麼危害的 但是如果是人工的反飾脂肪 這個大家就要小心了 那比較著名的像一些 氫化過後的油脂 例如說一些酥皮類的東西啊 一些糕點類 或是我們拿來圖麵包啊 然後或是一些人造奶油 這些相對來講都非常香 但這些油脂吃進你體內 反而可能會增加你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是最不建議攝取的油之類喔 OK 總結來說給大家最後一個叮嚀 其實現在減脂風氣盛情啊 所以很多人自備健康餐 或是在家中 爸爸媽媽擔心外食有疑慮 自己煮飯給小朋友或家裡的人吃 其實重點不是說完全不放油 重點是我們要選擇健康的好油 那記得要選擇這種 不飽和脂肪酸比例比較高的植物油 或是像堅果 酪梨這類健康的脂肪類食物 其實這樣子不僅可以攝取到必需脂肪酸 還可以為你的健康大加分喔 哈囉各位 歡迎回到地獄廚神戈登的烹飪現場 今天我們要挑戰的是 地獄廚神裡面的殺手級食材干貝 那我們要特別感謝 我們今天的乾爹泰山企業所提供的玄米油 首先我們先熱鍋 之後呢我們要小心的加入我們的泰山玄米油 玄米油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在日本的中小學 玄米油是他們使用的指定油種之一喔 那這個玄米油如果你在超商或是在全聯 那邊翻翻著找 你會發現大部分玄米油一瓶一瓶玻璃妝很高級 那泰山不愧是我們大家的好朋友對不對 原料完全不出外場 而且 價格相當的平易近人 我們現在就加一點點玄米油 那玄米油有一個非常神奇的成分 叫做鋸玛骨微素 它的實際功用是什麼 我現在健康貝非常的忙 大家自行去Google 好現在這個油差不多熱了 我們要來順時鐘方向 放入我們的干貝 我太大了 啊 我覺得要毀了要毀了要毀了 離火烹飪 離火烹飪 不愧 不愧 我們這個火可以先關了 可以先關了 好啦翻面翻面 欸還沒不夠熟 好的現在的場面已經被我控制下來了 那這一段我們等干貝熟的時間呢 大家會很好奇 那旁邊的這一塊 葵花油 植純葵花油又是幹嘛的呢 當然是業配用的啊 那植純葵花油非常的不得了 它有這種台灣少數 這種健康食品的油脂認證 那這個健康食品呢 有助於降低我們血中的檔固醇 因為裡面的植物固醇 跟檔固醇的結構相當的類似 所以它進到我們體內之後呢 會產生這種競爭吸收的作用 兩種固醇互相競爭吸收 所以就會使我們身體 吸收的檔固醇下降 所以就是它降低檔固醇的原理哦 所以泰山的植純葵花油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繼續來煎干貝 好的各位 那我們的生食級干貝 終於做完了 反正是生食級 不管有沒有熟 都可以吃 來我們來吃吃看 我覺得可以 除了前面我們的火勢控制 不是非常的純熟之外 我覺得干貝本身很棒 看看下次有沒有 干貝廠商可以願意贊助我們 呵呵呵 再煮一次 先不要 好啦 那麼這次感謝泰山油品的贊助 這個玄米油 跟植純葵葵花油 對這個健康的好油 大家可以多多考慮 好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